單次查詢應該各位不陌生 這個是其實是從 應該上上禮拜就有講到 上禮拜也有講到 就是錄製 其實我們錄製的方法 其實上面都有注解 反正就這些動作 那只是說因為這個是一個單次 會透過一個input bus 它跳出來 請輸入業務姓名 那你輸入一個小咪 它幫你查小咪 那你再跳一下 它又跳一個 那你再輸入老王 可是問題你每一次 假設你這個清單數量很多的時候 你如果每一次都這樣輸入 其實並沒有太有效率 那如果你的需求是 希望裡面這個 我們公司裡面有多少個業務人員 我不想 反正我不要一個查 我就希望他全部幫我一次全部查完的話 那做法上 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你可以從那個 單次 它本來是篩選業務對不對 然後呢 把它多打兩個字 叫P次 OK 第二個的話呢 那你要複製的那個 你可以不用防呆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 它就是從那個清單裡面抓資料 所以 錯誤的機會其實是非常的小 應該也不太會錯啦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做成重複的動作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 P次新增工作表這一段程式 複製 然後呢 放到P次 筛選業務的下方 這邊 Enter一下 貼上 貼上之後 可是我今天呢 我們剛剛是P次新增 那新增工作表 你會發現 這邊也有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這一段 跟這一段 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 裡面這一段 其實可以刪掉 我們把這裡面這一段刪掉 因為不需要重複的東西 不然它會 每跑一次 它就多一個 刪掉 好 那再來 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X 這邊有一個X 所以 那可是我將來 我不要 一個一個輸入 所以請你把這一行刪掉 這個是單次的 好 也就是說呢 我把上面的新增的那兩行程式刪掉 那把底下EVB把我刪掉 請你把這些底下東西 一直到End sub上面這一段 程式剪下來 做什麼 因為我需要做的是 就是 把回圈 這個回圈裡面 查到的那個清單名稱 放到什麼呢 剛剛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我做單字查詢的 這一段程式碼的 就等於這樣 這個是放在它的下方 也就是說呢 我查到那個 這個清單的這個名稱之後 比如說他今天查到的是 假設是菜頭好了 他會放給他 那本來我是用EVBus 只是我現在是從清單裡面得到 那他底下的部分 基本上都一樣 比如說 游標放在B1 然後去做查詢 查詢完之後複製貼到 貼過去之前會先新增 改一下名稱 那個名稱實際上就是從清單裡面來的 然後其他都一樣 那所以你做完之後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樣來跑的話 不過可能會有個問題 因為這邊舊的已經存在 所以怎麼辦 我可以先在這上面 在查詢之前 把它舊的先刪掉 所以我可以怎麼 扣一下 呼叫什麼 那個 批次 先把舊的先幫我刪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擔心說我游標不在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前面再加個一行 序詞 第一個工作表 先選取一下 點什麼 Select 把它選取一下 OK 好 那這一行是要把舊的刪掉 避免重複嘛 那這一行基本上呢 是確定游標要放在問題05 為什麼 因為我要查的 其實 將來篩選 還是要 以這個問題05裡面的資料 當成查詢的依據 所以 其他應該都OK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按F8好了 第一個它會先刪除舊的 所以把舊的先刪掉 底下的舊的先刪掉 OK 刪光光的 跳回來 那游標記得放在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從第二 就是清單裡面的第二列 到 最下面一列 去抓什麼 抓一個 名稱過來 我看一下名稱是不是 菜頭抓到了 那其他的話 當然就是去查了 查掉了之後把它貼過 新增工具表 重新命名叫菜頭 游標放A1 貼上 這個動作應該前面都做過 然後做什麼 取消猜選 換下一個 所以 底下 再來一個 下一個應該 就是小咪 所以同樣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把它執行過 你會發現 它一個一個幫我全部刪 全部查完了 所以如果你下一次還在做的話 它一樣 會把舊的先刪掉 然後再重新產生新的 OK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 當然你可以不需要說一個一個 去輸入條件 它的那個查詢依據 是從清單這邊來的 一個一個一個的去幫我查 那查完之後的話 它就切回來 所以這邊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如何把那個 篩選業務部分 其實我大概就是做了幾個 幾個動作 第一個 把那個原來的單次 單次裡面的那個部分 把X部分 它本來是Input Box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是 從那個清單而來的 好 那其他還有像 回圈 這個回圈呢 我是利用什麼 P字新增工作表 這一個 把它放到什麼 放到這個的 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頭 這個是尾 還在這一行 那中間的部分是原來單次的 那它就自動幫我一個一個 去去做執行 OK 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 最後呢 跑完之後啦 不過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說 你會發現在執行的時候 它後面的畫面 會不斷的在閃動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假設我執行 後面這個畫面有沒有一直在閃動 那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你不需要它後面閃動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行 叫做關閉畫面那個 那畫面閃動畫面更新那個部分 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把那個畫面關 關閉畫面更新 其實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Application 點 還記得嗎 Screen Updating 這個 等於False 它就把畫面更新關掉 不過特別注意 最後記得呢 要在結束的 End Sub前面 再把它做打開的動作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關閉 跟打開之後 那你可以發現 執行下去畫面不會更新 但是它實際上也做了 所以其實那這個好處是怎麼樣 如果你把這個畫面更新關閉之後 它的執行效率 會比那個畫面更新還快很多 為什麼 因為它不需要一直在重畫 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做說明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基本上就是 在上面 關閉畫面 然後呼叫那個刪除 並且把優標放在A1 避免它這個有錯誤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在那個P次篩選的這邊 所以我這邊有做了這個 123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 OK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的結果 可以看一下那個雲端上面的那個P次篩選部分 我主要是加了三行 在上面加了三行 然後再把那個 單次篩選的部分 放在那個 迴圈裡面 讓它不斷不斷的去幫我跑這件事情